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餓 去哪裏吃東西 去心屈邨 不過去心屈邨要經過這條路 這條叫心屈道 被譽為是香港其中一條最危險的山道 因為它除了S型彎 還有左邊的山坡 右邊的懸崖 感覺有點像去日本的遵鳴山 不過很刺激 來到這些地方了 當然要走慢一點 目光放遠一點 小心駕駛 沒錯 千萬不要吵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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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琪琪 我們終於來到我們吃飯的地方了 是不是很餓 嗯 很餓 這裡就是深屈邨 深屈邨位於沙羅灣和大澳之間 而自舊到這裡也到盡頭 深屈邨對出有些天然的蠔 所以這裡最出名的就是蠔餅 嘩 真棒 當然還有這些山水豆腐花 不如我們快點去吃吃 好 好 先喝杯 來來來來 其實琪琪 我有問題想問問你 其實你有沒有車牌 車牌當然有 還要脫下P 我試過在加拿大、LA、沖繩駕駛過車 但這些地方普遍路比較寬 或者環境很漂亮 所以駕駛起車上來沒有那麼害怕 其實也沒有甚麼人 所以我不怕撞到人 不怕撞到車就駕駛得很舒服 你即是有解釋言 排零也有五年了 不過你說起排零 我就知道一件事 就是中國平安網上保險 他們會將駕駛經驗 包含甚麼呢 就是你有P牌的一年經驗 或者你在外國駕駛過車 都會計算下去 因為始終你太久沒有駕駛 然後你會害怕 但駕駛一下其實又覺得好玩 琪琪剛才說到外國駕駛 其實你知不知道香港駕駛出街 一定要有車保 其實我又想分享一個經歷 就是有一次車保差不多要到期了 剛好又撞到假期 很擔心究竟逐不逐步 我就用了中國平安網上保險的投保方式 投保了 它立即給了一份Cover logo 變成可以令車可以繼續駕駛 適合我的最後一刻的人 所以這個真的很方便 我們來到這個沙灘 你猜一下這是甚麼沙灘 琪琪 先給你一些提示 這個地方很多人每年有指定的時間 來做一個動作 這個沙灘又平又大 那一定是水後 沒錯 水後沙灘 我還知道有些沙灘 其實是可以給車進去的 不過有很多不同撞板的情況 例如出不回來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拖車那麼麻煩 就不要駕駛進去沙灘 沒錯 以我所知 中國平安網上保險 就有這個指定的車保計劃 附有24小時的路面緊急支援服務 還包括了這個拖車服務 但這裏大嶼山禁區 是包的嗎 是呀 是包的 不過如果要去到沙灘拖車 就有機會需要用一些特別的工具協助 這個情況就可能會有額外的收費 對了 所以駕駛都是NO-NO-NO 走路下來 漫步下都可以 還漫步 快點就摸錢了 你先去吧 我看這裏有什麼東西 我看這裏有什麼東西